大到亲妈都不认识的软便能有多夸张 阴暗的人生终于看到希望又能有多激动 22岁的探过男孩莫林出生时就脸不缺陷 下巴歪斜突出 随着年龄增长呢 牙齿也不整齐 皮肤更是很差 哪怕上了妆以后看得也凶巴巴 从小受尽歧视 长大后工作了呢也没好转 倍感自卑的他总是独来独往 就连吃饭也要避开人 歪腿的下巴无法咀嚼 食物一不小心就会掉 不吃饭时呢也可能躺口水 因为错位达到了13毫米 他受够了这种生活 想要正常点 可家庭条件根本付不起整形手术费 直到他被选中参加了整容秀节目 接受专家的良辰改造 这个节目宗旨呢 是专门帮一些因为外貌不好看 而受到打击的男孩女孩 通过整形找回自信 享受久违的正常生活 通过深入交流后呢 他被送到韩国接受专业的诊断方案 因为情况复杂 他的下巴前额和眼睛等部位 要进行多个手术 还要解决动不动流口水的问题 皮肤呢也需要好好修复 让那些烦人的痘痘减轻 这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 说后恢复期呢更煎熬 但这些都阻挡不了 他对正常面貌的渴望 整整修整了三个月 他才终于康复 他最终会变成什么样子 这三个月的痛苦 是不是真的值得 节目组将进行最后的揭晓 在后台等待他 其实并不清楚自己现在的样子 这段时间他被禁止照镜子 好意 没有气啊 都没痛 都没痛 你真好是麻烦了 对吧 我没了 我没了 我爱你 直到他走上台 站在众多观众面前 与大家一起见证成功 陌生人觉得转变巨大 莫林自己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信 但直到这时 他的妈妈还没有见过现在的他 节目组特意安排妈妈在对面的桌子 可是妈妈立直没有认出儿子 直到莫林再也忍不住 走到灯前相认 妈妈才终于接受了现实 科技进步的真正意义 也许就是在此吧 感谢观众面前